主持人 怎麼樣去挑到一個好的燕窩 這個達人就要來教我們 對 因為燕窩來講 首先我們就挑產地 過去大家所知道的燕窩 都是比如說產在印尼泰國 然後不只是印尼泰國 基本上像越南這個地方 它也都有 而且越南是這幾年 慢慢興起來的一個地方 所以說大家才會關注說 越南的燕窩原來的品質 它是不輸我們傳統所知道的一個印尼 那為什麼越南燕窩它會這個 因為越南它是挑選洞燕 所以第二個你要懂得挑洞燕 洞燕是相對於烏燕不一樣 是 基本上很多的燕窩都是烏燕 烏燕它是在市區裡面 它就是建一間房子 它的燕窩讓它背出去面子 然後又回來了 所以說它的燕窩 它比較蓬鬆 然後它稍微燈一下 它就整個都滑掉 洞燕就是在旁邊這個懸崖裡面 因為這些燕窩的特殊就是 它會背出去吃這些 衛生物 海藻 森林裡面找昆蟲 到海邊去抓小魚等等 等於說它吃的東西 它比較多樣化 當然它所富含的營養 它會比較多 所以說它那個髮頭 它會比較高興 然後它比較耐煮 而且吃起來這樣 有一點點就是脆脆的 所以含量 很好 真材實料 也是要看的 也是要挑的對不對 對